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來到一個又是佛州 幫人看風水 為甚麼呢? 因為這間屋的主人家住了很多年 你們住了多十年? 十四年 住在這裏十四年 但一路來都相安無時 為甚麼這幾年來 為甚麼身體會出現了床礦 和有問題 和錢財的問題流失 為甚麼早前不會 為甚麼之後就搞到錢財流失 生意不順利 甚至乎有很多不好的健康 發生在自己身上 其實每個人的健康都有自己的體質 和抵抗力 當你抵抗力不好 甚至會有其他因素 食物的問題 亦影響到自己的健康 但有些人會相信格局的問題 甚至風水周邊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去到哪裏 全世界都好 我們的屋全部都是對應的 是對照的 是對面的 四環都是有屋 或者有波場 有住家 有高樓大廈 又有工廠 又有吉地 甚麼都是有的 來到於是這個方位 大家都看到 有時你們自己的家 你望出去 肯定有很多高樓大廈 或者有住間屋 你看到嗎 每間屋 我們很多人 有些人 就賣了地 你自己來設計自己的模式 來建好自己的家 住得舒舒服服 甚至屋主自己本身 都是一樣一樣會買地 來自己建 但有些是發展商所建出來的 模式全部是一模一樣的 但有些人住了身體健康是沒有問題 但有些人住了可能他的反應 可能他的對抗 而影響到自己的體質 甚至其他因素 都會因為導致自己的健康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甚至開刀的問題 生瘤 和筋的問題 開刀 甚至膝蓋 即有骨磨骨 菠蘿蓋 而磨到損了 是要索羅斯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跡象發生 是導致到甚麼原因 其實原因有很多種 如果在對面屋 有這樣的對殺 有這樣的破殺 有這樣的刀殺和封殺 怎樣好 和殺氣這麼大 這樣沒有理由我們叫別人去拆 沒有想到怎樣 或是改門口 所以我又不愛改門口 我又不愛拆屋 我又不愛裝修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錢 我們用甚麼來擋殺 我今天和大家教一教大家 第一 我們擺的東西擋殺的東西 不可以傷到我們對面屋的人 因為大家住在一起 無須要互相對鬥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而不要放八卦 也不要 這樣放甚麼 那麼 三尖八卦 你頂過去 搞到人家都會找其他師傅 來對抗你 而搞到大家兩敗俱傷 那麼你們首先看看對面角位 多重要高的屋 那麼我們最怕就是對面屋 對方壓制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輸了一層 很多風水輸了這麼說 但未必是這麼說的 那麼你看到的 由天線又這麼高 角位又這麼多 甚至你看看對面屋的殺位 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角位中間這兩邊 看到嗎 他的大門口 我們過來這邊 正正的屋 角位每間屋都有屋頂的位置 導致他的殺氣騰騰 就殺入這間屋 為何當初十幾年前 住那時不曉得 為何住了下去又會曉得 甚麼原因 其實來說 人的位數 雲數是會轉變 人的雲數經常變來變去 一是好一是壞 當你好那時 二十年三十年都沒事 甚至乎簡單的兩三年裡 都是可以的 如果說雲數不好 坦白說很快就會有問題 甚至某個成員就有問題 這個屋主就是因為住了下去 一路來相安無事 但是你知道 人的運氣又好 亦有上 亦有樂 亦有懷 當你運氣不好 甚至乎 周邊的氣場都會改變 你明白嗎 格局都會變化 而影響到自己本身的健康 就導致膝蓋開刀助冷 幸好阿彌陀佛開了刀 雖然是好了 但是走路方面 還不可以太過大力 和出力 而搞到自己的健康 就衰退了少少 那麼我又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我又不可以傷到別人 那麼我們要怎樣去破殺呢 其實你看到我的谷頂很重要的 對面也是的 所以你們要記得 風水的東西 你不要只看對面 你不要只看對面 你看對面的風水是不準的 你要看完就是這樣看完 你看到嗎 啊 不需要說360度 是要180度 因為為什麼 這樣在那邊 我們一看那邊 看那邊 看前面 尤其是你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發展商所起的 你看看前面的卡卡 對面的 是有一把刀 沒有的 看不看到 這裡也是有 來我們看看我們這裡 來看看 但是呢 這個主人家 他為了不想傷害對面 而知道了風水的原理 他就把這個位包圓了 看到沒有 他包圓了 這樣就令對方便沒事了 但是呢 對方呢 就是原裝的一屋 但是人家很多人 喜歡在原省原裝的家 而不喜歡裝修 他喜歡它的款頭 還是賣下來 所以就搞到 就是先頭住 就沒有問題的 這個主人家 下來之後 就開刀了 所以你知道 各位各煞 你看一下對面 多重要 那些刀煞 看不看到 一間一間的 看不看到 刀一刀夾的 所以無所謂 那我們要怎樣去破煞呢 那我教大家 我教大家 首先 你看不看到這個位置 俗意都有人說 左青龍就由白虎 那不理你左青龍 或者白虎 無所謂 不要太過拘謹 最重要是用甚麼來破煞呢 遇到有三尖八角 要怎樣破煞呢 教你一件事 不過要看地形 未必每個人可以放聖誕樹 未必每個人都可以放金邊虎美辣 未必每個人可以放鐵樹 甚至九重塔 或者麒麟樹 但是 要很多 很多來變化 今天教你們用一個最基本 不愛裝修 你們去花園 花虛那一處 你們就賣幾盆花 是放甚麼花呢 於是放五盆富貴花 富貴花是富貴 富貴就是逼人來 人有福氣 人有富貴 大福大量大命 兼收財 兼吸財 所以說 你拿了個五盆富貴花 教大家 就可以擋殺對面那些殺氣 而不會導致到 人家本身都有問題 我們千萬不要做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 試一試 用富貴花 可以拿來擋殺 富貴花 如果是說 它的頭爛了 是因為我們淋水 比較多了 富貴花 通常我們淋水 通常一個星期是一次 如果是說 水太多 水走不多 它的頭就會爛了 所以如果富貴花 開得燦爛來講 利衣樹的健康 就會大大的提升很多 第二 我們不會影響到 對面住家屋的問題 也不會影響到 別人的自身的安慰 所以我們最重要 我們就要愛雙贏 所以大家要記得 除了這個門 這個刀殺 還有家裡 都有一個柱頭 也是殺位 有些就說 哇 藏風的聚氣 我帶大家進來看看 不要記得 如果富貴花爛爛了 或者是說 甩甩甩甩很厲害 你就一定要放一盆 身 一定要換個 長年歲月都要喼治 就是放在這個位 不過要記住 不理左青龍又白虎 兩邊的位置 都是可以的 第二就是因為有各殺位 而令到這裡的神明 可能 即是說 來月經時的女主人 她不知道 走去抹神桌 而導致到 就是 神明的原神冒在這 所以我今天 就跟大家說一說 千萬 如果是說女士們 每個月 即是說 女性方面 都有這個月期來的 離紅的 來月事來說 最好不要抹神桌 因為你抹了神桌 你家裡的原神就會走 明白嗎 我帶大家再上樓上看看 來 我帶大家進來看看 其他事我就不說了 我們直接上樓上 這間屋很重要 尤其是有甚麼不對 就會影響到很大的健康 甚至影響到家人吵架 頂頸 甚至嚴重 都會說離家出走的 那些小朋友 所以為何會這樣呢 大家看到這個柱頭 很大的柱頭 是不是很大呢 是不是很誇張呢 所以說 本來這個廳 因為這裡 是沒有柱頭 你們過來這邊看看 這邊呢 就是看到外面的 因為這個主人家 就請了一個大師 就來到 哇 你這裡這麼空 空不好啊 你要做一個柱頭在這裡啊 那些風呢 才氣就會這樣逆自上啊 但是 很多人都說好 你做了一個柱頭 加上這些花紋在這裡 左頭左勢 搞到整個膝頭哥 就要開多 這是主人家 甚至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 所以家裡的花 不要留免放 有些人家裡可以放花 有些人家裡是不可以放花 是看你自己的名格 和五行來配對的 所以這間屋的五行呢 是一個火營 火營來講呢 就是不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一定要拆下去 沒有辦法 拆了之後呢 床風聚氣呢 就要幫到主人家 現在我上到這裡 整身汗 剛才我們下去是很涼的 一上樓梯就熱了 因為這個格局來講呢 搞到 你看看 這個位置 放張椅都不行 就可以放一個按摩床在這裡 運動的機器在這裡 所以這些呢 如果是說你們 無緣無故家裡 有條柱頭在這裡 就不太好 但有些柱頭是原裝跟屋身來的 是不可以敲 不可以拆的 那麼要怎樣破殺來講呢 你就要在柱頭 要做一些 看看掛什麼 那些擺設品 甚至顏色的東西 來破解了 那麼我們再上樓上呢 我們上三樓呢 來我帶大家看看 對面的殺氣 因為在上樓上看得很清楚 就是對面的殺氣 高居臨下 就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來我帶大家看看 先看看 對面呢 看得到嗎 十位很多 看得到嗎 這些是角位 這些全部是角位 但這些是沒辦法的 那邊都是角位 有發射台 看到沒有 有發射台 也有一個回教塔在那裡 第一天線 看到沒有 高高的 對面也有天線 看到沒有 所以這邊 右手邊人有天線 看到沒有 右手邊有天線 看到沒有 所以我們這些 差不多可以說得 天鵝地望 所以這裡是主人家睡的房間 所以很多的刀殺 向到這裡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千萬千萬要怎樣破 就是說 第一 你不一定要貼那個鏡子 有些人的名格 我用鏡子來反射 但有些不可以用鏡子 那我應該怎樣做 師傅 是不是放兩盆富貴花在上面 其實房間最好不要放富貴花 因為房間放富貴花 會令到主人家 吳里南或女人 都會招惹到一些桃花 就沒有那麼好 樓下就可以放富貴花 樓上也可以放鐵樹 鐵樹有十幾種 就要看你的屋形的五行 和屋的格局 和四周圍的一個地方的格局 來配搭放什麼樹 所以大家要記得 所以放了之後 我們第一 自己可以 不會令到 對方大家再下去看看 因為為什麼 這間屋 其實來說 都有些少少不乾淨的東西 帶大家來看看 所以搞到 家裏有很多問題 我帶大家去外面再看看 你們看看 是不是左頭左勢 所以說最好就不要 因為如果是兩邊 兩邊口位來說 在風水倫理學來說 是叫做 你講一句 去講一句 搞到家裏家裏家裏 沒有時停 來 我帶大家去看看 來 那天我已經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掛鋒命 我帶大家去看看 風鈴除了不可以掛在室內 亦不可以掛在屋外 我給大家看看 來 看不看到大家 所以 有些人家裏掛了風鈴來說 有些人就坦白說